当一片自然野地 有了诗人走过 有了画家出手 所有的故事呢 都会传唱出全新的歌声 我们跟随着云淡风轻的画面 在一个个小巧扑着的游错里 透过了新兴的文字带领 跟着野地中的生命卸购 于是 所有与自然相遇的情节 都成了一段独特的传奇 从前淡水河的潮水 可以上瘦到细致 形成两岸带状的潮间带 下游出海的区段 孕育出特有的水笔仔红树林 广袤的泥泥地 是各种螃蟹居住的地方 也是许多水鸟 喜欢觅食的所在